艺术真的跟社会息息相关 从太阳花学运、返河、钓鱼台争议 还有越南内部冲突 这些发生在亚洲的政治和社会事件 都进入艺术家的创作中 有一群亚洲艺术家组成的安娜奇连线 最近有一个展览 用记录、拼贴还有嘲讽等等手法 回应亚洲各国的敏感议题 像是大陆艺术家就用一块钱来创作 比喻这些学生虽然是社会中很小的单位 但是却勇敢站出来对抗政府 今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引起广大的回响 艺术家以及导演都没有缺席 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这场运动 艺术家陈静元就在学运期间 进到立法院画下学生的心情 大陆艺术家潘艺周则是用一元硬币 拼凑出台湾立法院的议场 他说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单位 代表每一个民众 最小的一个社会的一个value 来做一个symbol 就是说提抗政府 这群艺术家是雅西亚安娜奇连线 无政府主义 在台湾也翻译成安娜奇主义 安娜奇连线的艺术家透过创作 探讨国际社会的变动 以及我们面临的问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艺术家陈晴耀找来四位不同国家的民众在自由广场跳起大家熟悉的健康操 日本统治台湾带来很多文化和生活上的改变 健康操就是一种艺术家借此讽刺日本的殖民文化 一二三四 隔壁展间则是把他自己的脸结和世界各地被神化的领导人 像是大陆的毛泽东 北韩的金氏家族 以及台湾的蒋中正 讽刺这种造神的运动 广大人民其实是不需要 他们不一定需要思考 所以他常常就是说 他只需要一个象征 他们就可以跟随 虽然就如果他们不需要这么真实的东西就可以的话 那我也可以变成他们 来自日本的艺术家森村泰昌把自己打扮成独裁者 一边念出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讽刺独裁政权的美好假象 台湾艺术家杜佩诗则是在日本国际大展的海报上 凭借当年发生的大事 像是水门案爆发 微软成立 跟看似平静的海报背景 形成强烈的对比 日本艺术家惠天成则是把网友 为福岛核灾祈福的留言 拼成大型的纪念碑 反思何能的威胁 我们想谈论的 想引发的其实是一种亚洲当地的 比较本土的属于我们的一种 对于政府的本身的一种 再重新的思考 重演去了解这个制度 比如说政治民主制度 发展到现在 然后怎么样可以再找到一个适合我们亚洲当心最合适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面貌 印尼艺术家强派特库斯纳托把镇件的标语印在彩色的花布上 下面的互动装置时间一到就会自动拍起手来 仔细一看藏在布幕后的除了手掌还有锋利的句子 讽刺政治中不能说的秘密 亚洲艺术家的安纳奇连线 直指政治的荒谬和黑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